那我们现在看见蓝桌 这边黑桌是我们来自中国的玩家许亮 暂时是有一百个大猫 那应该也是我们这个比赛的Chipleta 这边它是有251万的积分牌 来自马来西亚的Tonton Show 是坐在它左边的那位玩家 暂时是这桌排第二的积分牌的领先者 然后我们看见还分第三桌是一张红桌 这里是Michael Zoysa 是来自马来西亚的玩家 是那桌的积分牌的领先者 那我们看见这Dila旁边有一个时间计算器 那它是让每个玩家做决定的时候只有30秒的时间 那每个玩家前面有一叠黄色的卡 那卡就是他们的时间的卡片 那这个卡片呢可以随时用 它们需要超过30秒的时间 可以用一张 那每张卡片就是可以多30秒思考时间 那现在我们盲桌是一万两万五 然后呢前桌是两万五 这前桌两万五的原因是 只有一人付这个全桌而不是全桌 那这边我们看见Greenwood在Cutoff位加注到五万五的积分牌 那暂时没有显示出它的底牌 应该出了一点小问题 那这边我们看见Ivan Liu在小毛的位置 加注为十九万 那这里呢我们看见Greenwood选择了做一个平根 那这边我们看见显示出来 这边小毛卫的Ivan Liu 他是用A5不同花的牌 在小毛卫做了一个3-bet 那这边Greenwood他是用K圈的牌 call了Ivan Liu的这个反架 那这翻牌出来是十七四 那在这个面上没有人中任何对子 那Ivan Liu他是A5高牌战士领先 那他在这边做了一个继续下注 是Ivan的积分牌 顺利了拿下底池 现在越来越接近前圈了 通常在 还剩十二位玩家 通常接近前圈的时候 打法会有一些改变 就像比如说 如果是两个深筹码的对决 比如说Aaron Open 深筹码的对决的话 可能Ace King可能是不会3-bet 他们可能会尝试安全的去打翻牌后 对平跟或者怎样 因为你Ace King 在如果跟一队圈圈在这个阶段撞上 然后呢两个人决定投个硬币 这个硬币的价值是非常高的 对啊就一起输 对啊 我们这个Cash 好像Min Cash 是有110万港币啊 可以买一台顶级的特斯拉 因为特斯拉最近打折 半价 有半价 半价 在台湾 对全世界 一个 哦那可以考虑 所以算是个时事新闻 因为我非常喜欢他们的那个 Model X吗 不是SUV SUV 就Model X 对 Model X的 对就大台的 然后翅膀打开 对翅膀打开的 它原本是150万港币 现在卖75万港币 哦那很好 它应该好像听说 那个厂家是改到中国去了 所以可以大量的出 而且还可能是因为 今年年底有很多厂牌要出 电动车 所以特斯拉直接 砍一半 那很不错 可以考虑 我的梦想车 是吗 所以你看就许愿的时候 你的愿望就离你越来越近 你知道Nana Noco它就开的 就是Tesla Model S 对 它的那个就是Sedan 对 刚出来的时候 它的那个小跑车 对 现在是特价 特价 对 好 那那不错 对啊 我应该要跟它说一声 它很想要一辆SUV 对啊 那还真的好帅 然后我们有个八九 不同花 然后这边徐亮 我们自己只看到 它有一张Queen Sedan Lee 我们的Stan Lee 他的筹码并不是很多 大概是22个大盲左右 那 那 那 他还是选择抵抗他的K2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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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nley 就像我們昨天有聊到 其實在去年 去年那個 Justin Bonomo 贏了很多之後 在Live 的那個玩家 很多人都在學習 Justin Bonomo 打牌的知識 就是 進入翻牌之後 他們就會把手放在牌桌底下 這是 Justin Bonomo 的招牌 然後自從去年開始陸陸續續看到很多玩家 在學 Justin Bonomo 的現場Live 的知識 因為我自己也學了一陣子 然後我覺得是蠻不錯的 你會整個人看起來很穩健 沒有小動作這樣會 對 沒有小動作 你手也不會亂擺 然後想好之後 再把手拿上來拿籌碼 然後再決定 我覺得蠻不錯的 對 有時候你會有一些小的細節 或者你就是怎麼去玩你這個籌碼 或者思考的時候 會被 透露一些資訊 對 對方玩家看頭 下次要想一招更新的就是 看到Froppin之後 把 把臉轉過去 背作 背對對手 我有看見就是 玩家們戴面具會怎樣 就是或者把那個 你知道那個帽子 就是戴上衣的那種帽子 上次 EPT 你不是穿了一個 Nemo 的衣服嗎 哦 對 那個是被罰的 好 我們現在這邊 呃 史丹利 有一個 有一個 2 的一個 Full House 那我們的徐亮 他是一張 Queen 我們不知道他另外一張是什麼手牌 然後現在 現在在 River 那史丹利我覺得他應該可以Bet for Value 我這邊我會希望對手有 Ace 然後我會下一個比較重的 注碼 然後讓對手來跟注這樣子 因為對手 你看Fropp 打了之後 Ten就停止 就沒有打了 那其實史丹利這邊 Defend了一個 在 忙著Defend一個 K2 所以他也不一定真的 那現在我們有沒有看到他有K2嗎 其實他 會不會有一些 開不了牌的牌 然後想要轉做Belov 其實也是有機會 所以我覺得 他這邊應該可以做一個 比較大的 也許可以做一個比較大的Bet 然後如果對手有 Ace的話 應該是會支付的 好 我們的許量蓋拍 這邊有觀眾問我們說 解說你們三個什麼時候會去參加豪克賽 等我今年贏了W2SOP的時候 我會考慮 明年有沒有機會來參加 好 我們現在在這一桌 六人桌 我們桌上的Trip Reader是徐亮 他有234萬5千 將近有100個大盲 都是蠻健康的籌碼 那最少的尾良也是有一個24個大盲 都還可以打 都還不是一個可以 馬上就all in 的一個籌碼 那樣 傳奇撲克的 盲住結構算是蠻好蠻慢的 其實可以看到大家好好在這個結構上展現他們的技術 那當然也不是說那種 那種很快速的那種 那一種是沒有技術的 只是可能 比較不一樣 那像那種結構比較慢的 然後盲住比較細的 呃 籌碼比較多的 那他們所 生籌碼的一些技術可以在這邊可以展現出來 那 至於短籌碼的話就是 那就是不一樣的一個技術的東西 那有關注朋友們問我們今天 BONOMO他被淘汰了嗎 BONOMO他沒有在進入第二輪的名單裡面 那他應該是昨天被淘汰的 那這邊這個比賽呢 如果出局三位玩家 我們剩下的這些玩家都有獎金拿 我們看見這裡 Hajak Way Ivan Liu選擇用圈勾的牌 加注到五萬五千的積分牌 那我們徐亮在這邊選擇了一個3倍 其實現在就是大家壓力開始變大 因為就是接近獎金圈了嘛 所以 在chip leader 上面他們會有 更多的一點操作 那這邊我們來了 一位馬來西亞的 chong chong show 他這邊好像底牌是不錯 對啊 面倒3倍還在想 應該是稍微可以玩的牌 可是這邊可能我是他 我可能一個 xjack我應該也是丟了 然後平常x queen可能會all in 可是現在接近獎金圈 我可能也會蓋掉 我會變玩得非常緊 然後現在 徐亮要挑戰 最不怕泡沫的Ivan Liu 最兇的 好 果然 選擇跟住 那這邊我們看見發出來是987的面 那這裡呢 徐亮暫時是有中了中隊 那 徐亮在這個結構上 我覺得 這個3B part 我覺得這邊做一個check 會是一個 我會做的選擇啦 因為畢竟 在3B的時候 在這個結構上 我其實在絕大多數 我沒有中到這麼多的東西 那 而且我牌有成長的空間 如果這邊下注被charrows幹嘛 其實 會 有點難打 那我有可能會check 然後可以看一個free card 買10 然後轉成一個bluff catcher 這樣子 那這個J8 不過他還是選擇下注啦 那我覺得可能 他有他一個自己的想法 如果像我的話 我可能在有位置的裝置 像我這邊可能會 在IP check 然後拿一張free card 那縱使 其實 就GG了 可是這也是沒辦法 好 我們現在 Ivan Leo選擇跟住 我們來看 Den會不會來一張 絕殺兩個人的石呢 OK 那這張5是 許亮很不想看到的 尤其在用3B的底詞的時候 他手上是很難會有6的 可是Ivan Leo是唯一一個 很有6可能性的一個玩家 在抵抗他的3B 所以他這邊其實 是蠻難打的 我在想Ivan會不會在River 做一個超大的 一個bluff的OE 可是如果中Q 我覺得他可能就check了 又有showdown value 又有價值 如果在沒中的狀況之下 Ivan有可能會OE 那這邊我們看見合牌 那這邊我們看見合牌 Ivan非常幸運地中了一個top pad 頂隊 然後兩位玩家都選擇了過牌 那這邊Ivan Leo順利拿下底詞 然後現在Action切到紅桌 在這邊我們看見Kenny跟Devoris 兩個人進入翻牌後 那這邊Devoris他是翻牌前拿到AA 加注到5萬的積分牌 然後Kenny是在到盲位 call了5萬積分牌 那在這個面試啊 我們看見Kenny 他是現在有買花的機會 但是呢 Devoris還是堅持領先 那這個 這一把牌 他AA打得非常小心 選擇check 這個flop 那Kenny這個jack queen 紅心 他在這種接近bubble time的機會 是有可能會打得很激進的 而且對手後手只有20個大毛 而且對手後手只有20個大毛 那BrianKenny有260萬是對手的5倍左右 對手後手 哇!這個Asis從頭到尾都沒有bet 然後現在River Kenny中了一個銅花 那底次有13萬5 那在都沒有下注的狀況之下 到這個River Kenny勢必要拿一些價值 好,一個三倍底次的Overback下注 這13萬的底次下注了37萬 哇,這真的是太帥了 這根本感覺是機器人打出來的Size 那這個下注量給了Devoris非常大的壓力 超級大,從頭到尾都沒打 因為在Bubble Time的時候,大家打得很謹慎的小心 就像我剛剛講,因為對手籌碼很少 那Kenny有可能會打得非常的激進 他AA會不會跟呢 可是他如果一直Check到這個River AA照理說是要跟 可是遇到一個這麼大的Size 真的是很難跟耶 就是Kenny會在這邊Bubble嗎 這個要拆啊,很煩的 我會說就是一般職業玩家在這裡是不會的 但是作為Brain Kenny他的打法有些不一樣的情況下 我有看見過他Bluff 就是有價值的那些牌 在合牌的時候都會做那麼大的下注 對啊 而且有很多時候也是有慢下來這種節奏 Chuck Chick的這種情況下 他在合牌會下很大的一個注 跟了 Max Value 我拿了很大的Value 真的太厲害了 這個是三倍低次的一個 對,我們看見這裡不幸Davoris 他只剩下13萬的積分牌 那也是應該只有剩五個大忙 對,五個大忙了 所以他現在非常危險 這副牌打完之後 他需要就是快點來一個Double 翻牌的機會 不然的話他應該會被淘汰出去 那這裡現在我們忙著已經長到一萬五三萬 然後前注是三萬 那這邊我們看見剛才Davoris 他籌碼量更少了 那現在只剩四個大忙 好 他之所以會打這麼保守應該感覺想要歸進那個前圈 可是就 反而讓他現在 損失了更多的籌碼 好,我們的Michael Soyza 應該是這一桌的Trip Reader 或者是全部人的Trip Reader 他總共有270萬的籌碼 好,他在 Logic 選擇要加注 六人桌的UTG就是Logic 那Davoris這邊有一個A2銅花 那他只有 OK,他現在好像是長盲了 所以他現在只剩下4.5個大忙左右 可是對到 在這種泡沫時間對到一個前衛的Open 他A2其實很有可能是落後的 所以他現在其實蠻尷尬的要選擇說 到底要不要來O-In這把牌 我覺得相信他考慮的因素有一些 就是 照理說A2對於正常人的狀況 或是對於一個籌碼比較少的狀況 他可能會蓋牌 可是現在Michael Soyza 是全桌的Trip Reader 那在Bubble Time的時候 Trip Reader勢必玩的手牌範圍一定會比較廣 所以他在想的有可能是他覺得這個A2是頂先的 不然其實在Bubble Time去推個Error 其實並沒有說到非常的好 那 不然Kenny這邊有一個AJ 其實也算是一個非常大的手牌 我覺得他這邊一定至少是一個跟注 可是我覺得他這邊的籌碼量跟Michael Soyza籌碼量都是深籌碼 再加上有人O-In的話 我覺得這邊做一個擠壓Squiz打到40萬 那如果Michael Soyza推回來我會直接蓋掉 那我覺得這邊加速到40萬也是 加到31萬 那Michael選擇應該是要蓋牌 在隔離之後一對一 因為在有短碼的地方 O-In這邊去擠壓一定不會是爛牌 一定是有牌力的牌 所以他這邊選擇擠壓 那讓對手也不會想要跟你去冒這個風險 因為現在是Bubble Time Gigi Gigi 現在我們的Divoros 出局 剩下最後的11名玩家 Gigi 現在我們的Divoros 出局 剩下最後的11名玩家 他全部的籌碼 他全部的籌碼 那我們現在Action 切到籃桌 Action Action 那我們剛剛看到 Perry Tanley來蓋掉了一個K10不同花 其實K19不同花 在Rogic位置是可以開放 然後他可能已經做了幾千圈前的範圍調整 所以把K19不同花乾掉 iVern 3 Vern 4 Triple F 是他最喜歡的牌 好像是 剛剛是4-6同胞 現在是4-6 我覺得可能每一個人都有一個喜歡的牌 像我們台灣有一個高額的奧馬哈的職業玩家叫Daniel 他就是沒什麼認識他打那種陷阱 每年那種打背的手臂 他就去那種 去那種最大桌 坐在那邊等這樣 那長得像老闆 可是他打Holden的時候 他有一把牌 他說他這輩子從來沒有在prefile蓋過69 不管是69輸體69off 他一定會玩69 堅持就不管是三倍四倍 他一定會在那個part一定要看到翻牌後 一定要玩69 他是在國外長大的吧 喜歡玩69 有可能 對 他是在國外長大的 沒錯 那許亮在這邊 莊家衛拿到18的牌 那在這位置優勢的情況下 他選擇在翻牌前加注到7萬的幾分牌 那這邊 我們看見TronTron秀 我們並不能看見他的底牌 但是他進入考慮 然後呢到Sciani Choi 這邊是大毛 那我覺得這應該也是會抵抗的一個防守牌 那剛剛有抵抗K2off嘛 所以K7off應該也是一個他會抵抗的範圍 那所以其實我們看到許亮其實他也是在利用自己的籌碼優勢在 在現在打得稍微比較鬆一點 那這個給了Sciani Choi 看了一張免費的轉牌 那在這邊Sciani Choi 他現在是兩隊 AAKK 然後呢踢腳石鉤 那Stanley這邊選擇下注 我可能還是會繼續Check 因為畢竟現在Bubble Time我會比較小心一點 那可是我覺得這個下注也是OK啦 因為畢竟他也知道自己Range領先 只是有時候如果對手比較激進一點的話 像遇到Ivan Leo 可能就被Race 就要陷入一個很掙扎的狀況 就是跟Ivan Leo 打牌會發生任何事情都沒有辦法去遇到的 他剛才是拿AH去Race對手的這個轉 好 我們看一下許亮 那這邊 許亮 那加注到10萬 果然選擇了加注 就會讓自己的籌碼會陷入一些比較難的決定 因為你就要去猜 因為對手很有可能在Flob and Check他的AAKK 做一些Slow Play是有機會的 可是當然你不知道 這面對這轉牌的加注 這現在Stanley的兩隊 是有點尷尬的 許亮中了孫子 哇 那這邊許亮在合牌買到了順子 就是10勾全KA的牌 也是這戰士最大的手牌 那這邊Stanley Choi選擇了過牌 那這邊許亮會下多大的柱呢 許亮這邊很有可能會直接O-in吧 因為這邊有一個順子 他想要Value對手有Ace的牌 那而且對手如果有很大的Ace 可能有可能在pre-fave可能會3B O-in 所以他可能沒有很大的Ace 所以他這邊直接選擇O-in 用他的順子直接O-in 那Stanley蓋牌 這就是會 導致在沒有位置的時候被 後面位置玩家操作 就會比較麻煩 好我們現在我們的Ivan Leo 變成我們這座Chip Leader 他有80個大毛 差不多是240萬的積分牌 那Stanley剩下15BB 也是戰士這座衝馬最短的玩家 然後我們中國玩家徐亮 戰士是排第二名 216萬的積分牌 那這裡我們看見Sam Greenwood 跟Stanley Choi 還有威亮 都比較危險 在這泡沫期 其實泡沫其實比較難熬的 因為只有兩桌嘛 所以他不是這麼快就可以把 把那個 泡沫打出來 因為其實如果 如果桌子很多 像那種比較大型的比賽 你那可能有 一千個人 像WSOV 一千多個人才 就來體驗人 所以同時一百桌而已 對 很有可能很快就會獎金圈 很快 一下子就死掉了 但是最後比賽就會比較慢 對 然後呢當泡沫期的時候 我們也會同 同步發牌 對 意思就是說每張桌 發一手牌 然後要把這個Action 都打完之後 再發第二手牌 那這樣就不會讓 一桌打得比另外一桌更快 這比較公平 那我們看見這裡 Cut-off位 徐亮拿的是6-3 銅花的牌 3-8 3-8銅花 3-8的牌 然後選擇 加就到 那San Greenway 也是Defend 因為其實現在 我們看一下徐亮 其實他整個策略 已經做了很大的調整 其實我們剛剛在他 下面那張桌子的時候 他算是打得中規中矩 然後現在你看他在Bubble Time的時候 一直瘋狂的open一些 超級超級button range的牌 對 我們也知道就是 世界頂級的一些玩家 都在泡沫期 或者靠近泡沫期的時間 會變得非常的aggressive 非常的給對方壓力 那San Greenwood在這邊 2 pair check兩次了 所以我覺得我相信他 他 這邊18萬5的底池 他這邊 是要charris all-in嗎 那徐亮這邊 應該是要試著 偷下這個底池 因為這邊再不下注 他8還是絕對沒辦法修盪 所以這邊是一個 唯一的機會 那他現在下注了9萬 那我們的San Greenwood在這邊 算是蠻安全的 那我覺得 他有可能會all-in喔 OK Charris all-in 其實我覺得厲害與不厲害之間 其實有差一點蠻重要的就是 沉不沉的鑄氣 因為其實 在很多一些 好假設上面有聽花的結構 好像中了一個三條 你可能沒位置或是 你有位置 不重要 那 可是其實 你要在flop 你要有一個抽劃機會 對於Open Racer 或假設是個三必怕 其實都並不是這麼的 多 都並不是這麼的多 而你是要去分手 整個對手整體的range 然後去 猜測對手手排的組成 所以其實有時候他們 並不太 care 對方有花 就是要小心 要幹嘛幹嘛 他們是會去分析 對手的整體的range 甚至有些人 他可能用個兩隊 他因為非常知道對手的範圍 甚至在River 或者是有花的結構上面 他也是可以Berru Bay做O-Win 這手排我們看見 許亮 他在Hijack Way 拿到了K9同花的牌 加助為7萬的幾分牌 那這裡呢 我們看見Chong Tong Seo 在Cut Off Way 拿到了一對6 他選擇跟注 好 Stanley這邊是15個大馬 這邊其實蠻尷尬的 因為7-7在一般的狀況之下 是一個可以 就是3B O-In的一個牌 可是現在好像還沒進入前圈嘛 所以現在如果還沒有進入前圈的狀況之下 很有可能甚至直接丟掉 因為現在已經有人跟注了 他這邊丟掉 其實我覺得也不會是一個 不好的事情 因為 畢竟有人 有人加助 有人跟注 那我們剛剛有聊到 如果Chupe Leader很深的狀況之下 他的S-King 或是他的大的 XXJJ 甚至QQ 都有可能不一定會做3B 所以他那個Chuang Thong Seal 他很有可能會有一個大牌 所以他7-7在Bubble Time這個狀況之下 因為對手的策略範圍做一些調整 所以我覺得Stanley勢必也可以做一些調整 我覺得這邊7-7蓋掉是 是還OK 那 不過這邊還選擇O-In 正常狀況之下 這邊O-In是沒有問題的 對 考慮的只有是 就是因為是泡膜期的階段 對對對 你要不要去冒這個陷 對 所以我剛剛講的那些狀況就是一些 他們有可能現在在想的一些 呃 策略上的調整 那 要不要去冒這個險 那 對 那我覺得Chuang Thong Seal 這邊應該是 6-6還是會跟的 那因為StanleyO-In的籌碼是 14個BB左右 也不是說非常非常多 那 那 可是徐亮在 後手有人跟住的狀況之下 因為畢竟Stanley這邊O-In不可能有bluff 他不可能會推一些太弱的牌 所以 這個K9 我覺得應該是不會跟 不過6-6是有機會會跟住的 那 在這邊如果6-6跟住的話 Sanley Troy應該會開接他的底牌非常開心 因為他這邊 最好的狀況就是這個 對 這邊 跟Chuang Thong Seal 他只剩兩個out 對 因為現在底池裡面已經有64萬 然後他只要再補上33萬 基本上他有50%的勝率的話 應該是一個很輕鬆的更數 那 對手很有可能O-In是兩張大牌 然後6-6其實算是蠻大的 2-375% 左手應該只要有1%的賠率就可以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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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EBOGAMEBO 順總 好 好 我們現在如果 Stanley如果這把能拿下底池的話 他的 就會回到33個大忙 一個比較安全的一個 一個 一個範圍 現在 我都不需要幫兵我 好 手槳也有 手鬼也有 好 安全 好 好 買保險 賣保險 賣保險 那這個 拳湯4-5這邊也沒有一個 賣5萬港幣 5萬港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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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買保險5萬港幣 哈哈哈哈 再買5萬港幣 哈哈哈哈 這個也可以買保險 這太帥了 哇 高興了吧 我也高興了 哈哈 那個 過去賣保險的人 賺了10萬港幣 哈哈 那個 過去賣保險的人 賺了10萬港幣 哈哈 哈哈 我可以來 那現在我們看見 那現在我們看見 的簽予 賺給 Pep 兩個玩家更多 可以 這個 有三個 還有三個 黑員 還有幾個 黑員 多蟬傢 好,那希望我們的Stanley可以順利的進入前圈 剛剛買了10萬的保險還沒進入前圈 其實這個保險真的很有意思啊 是我們算是中國人發明的從21點發明過來 然後變成一個常會在一些遊戲上面看到 包含現在流行的Show Deck短牌也算是因應老闆發明的遊戲 對,聽說是一天晚上輸的太多 那他要爬這個坑的話就把2到5的牌都偷走了 那他這樣波鬥更大 那他拿回他的本錢的機會更高 對,因為其實現在越來越新的遊戲 其實對於職業玩家的優勢是在減少的 他們在拉近職業玩家與娛樂玩家的一個技術上的差距 因為像其實在無限度德州撲克裡面 就是No Limit Holder裡面 其實技術的成分是非常非常的持重 然後雖然他的變化組合沒有像奧瑪哈這麼多或幹嘛 可是其實他是一個最...怎麼說呢 就是如果你的牌領先的話 你的勝率都是很明顯 你可能是80對20 你可能是70對30 可是如果是在一些像短牌遊戲裡面 假設你判斷錯誤 可是你可能還有40%左右的勝率 那這一點就會造成職業玩家會有很大的波動 變成他們優勢就不會像在德州撲克裡面會這麼好 對 以前這些職業玩家如果想在高額做打牌的話 那他們的規則是 你如果是職業玩家 你一定要 你贏了之後 一定要把你的底牌修出來 有喔 那這樣就會讓那些業餘玩家 或者商人他們學得比較快 學比較快 然後去聊為什麼要這樣打 我們的拳通秀在 呃 有後手33個大盲的狀況 在他 呃 UTG 就是Lowjack 選擇加住一個 Miris 兩個大碼 好 我們的徐亮 有他兩倍的籌碼 我有看過很瘋狂很激進的玩家 這時候如果場上有個短碼的話 像這種時候 我就直接O-in30幾個大碼 就是因為 依一些ICM的考量 就是進入前圈的考量 你不能跟住太多 你可能只能跟住前3%的 受牌 所以 在你那邊位置開的話 基本上 我們剛剛講說 那位置的open的範圍大概是 22% 可是你能跟住的牌是大概只有3% 所以 你大概10次會蓋 9次吧 或者是蓋到8次 所以 他這邊可以O-in 他甚至沒有牌都可以O-in 因為對手能跟著牌 可能只能跟到3% 甚至5%都會被打蓋 因為快進入前圈 那這是一個在泡沫期間的一些策略上的操作 那在這邊我們看見 呃 徐亮選擇用抵對過牌 然後呢 長長秀 在 窗口位 下注5萬積分牌 對 可是這邊中了一個7 其實我覺得蠻難跟的 因為其實在轉牌 你不太會有太大的幫助 而且你又對上 呃 一個UTG玩家的 加注 對手蠻有可能有ACE 他這裡希望的就是對手 呃 賣下來 對 那能不能免費看到一個rever 所以我去看見 有個多空間的 1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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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我們看見 傳統秀在這邊 只有K High的牌 高張 我覺得徐亮有沒有機會 會缺瑞士all-in這個turn 如果他很兇的話 因為這邊 這張6本身有7-9 也代表他很有機會有8-9 所以 他有可能把他的牌轉成布拉夫 讓對手 希望對手蓋掉一些頂隊的牌 這張6算是對他 比較好的一個範圍的牌 嗯哼 對他在 這個面上 有兩隊和順的 可能性很高 7-9在這種結構上 我可能不一定會跟 因為其實就是很容易 在騰會遭遇到 對手繼續的攻擊的話會 很難打 因為這樣6-4稍微有幫助 可能7-8-9都是對他不錯的牌 6-7-8-9對他都是不錯的牌 可以讓他繼續的跟住 那這邊 徐良他選擇了 跟住 跟住 現在我們看一下盒牌 好 綠圍一張K 那這邊我們看見 現在 ChangTangSeal 拿到了一隊K 也是牌力比徐良大了 OK 那現在底值是有52萬5 那 ChangTangSeal是有一個 後面的76萬 我有見過有些人會在這邊轉成Buff 因為在這種Bubble Time的時候 而且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磚塊A跟磚塊K都在上面 所以對手有同化組合的牌會減少 如果上面沒有磚塊A可能要偷 可能是比較難的 可是上面有磚塊A又有磚塊K 對手 不太有這麼多的同化 他自己又擋到一張磚塊9 所以 如果遇過比較兇的玩家 我覺得這邊在Bubble Time的話 Bubble Time當被ALL IN的話 其實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而且他要Cover對手 所以我覺得徐良如果壓很兇 他有可能做這件事情 那他在這邊選擇下注 42萬的積分牌 也是一個非常大的下注 那這個下注的量跟ALL IN 也沒有很大的區別 對ChongChongSeal來說 幾乎是個5分之4 80%左右的底次 對 他摳了這個組之後 他只剩10個打孟 這種Bubble Time其實是很難很難很難做決定的 可是他現在唯一一個比較好的是 他有一個磚塊Q的Blocker 去擋到對手一些同化組合 對 但是我們看見他的底牌真的不強 對 就不夠大 然後踢到一個K也不夠大 對 在這個面上任何八九 任何圈勾 任何兩張方片都比他的牌大 對 那當然徐良在這邊他演的是非常大的牌 對我覺得雙方的策略都算是在做自己 最適合自己的一個方法 只不過現在就看誰能拆穿對手 對 這個扣非常難扣 這非常難扣 尤其就是在Bubble Time 因為Bubble Time你能 大家都會比較小心 這邊我們看見 川川秀 可能已考慮那麼久 他也是想對方 是不是有可能 對 做一個這樣的Bubble 對 可是他現在又不是A 他是一個 如果他AQ 我覺得應該蠻容易就會哽 比較容易哽 也不要說很容易 會比較容易哽一點 可是你想一下 徐良在這種狀況之下 check call了兩次 對 代表說他一定是 不是沒料的嘛 所以那沒料大部分又可以修檔 他有必要來做這個Bubble 哇這把我真的覺得兩方都打得算是不錯 他也是用他King Queen的Bubble 連續攻擊了兩方 那這也是為什麼徐亮來自中國的玩家 有資格做來這場做什麼 徐亮打得蠻不錯的 所以其實你看打撲克的時候 大家都是要選擇 呃 自己應該都會有一個 最棒的一個 最佳節啦 可是 你把問題丟給對手的時候 對手也很難做決定 對手也很難做決定 徐亮這個River的這個Dumbbell 我覺得蠻好的 尤其在這種Bubble time 看得出徐亮是一個 在桌上會給玩家們很大壓力的一位選手 嗯 他這個Bubble time 我覺得打蠻好的 夠兇 有一個Bubble time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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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去 來 來 哇 在這麼兇的時候拿到一個ASS在小忙 然後Trentown Steel有一個S-Shack 這把牌有點意思 徐亮現在應該是在想如何去贏到Ivan的籌碼 因為他們兩個後手都有220萬 而且Ivan也是最會給Action的 也是最不相信對方有牌的玩家 Trentown Steel這邊S-Shack 在這種泡泡時間其實 在正常狀況之下 不要說這種泡泡時間可能還有一段距離 或者是已經進入前圈了 我覺得S-Shack直接在這邊all-in 是一個在數學上正EV的事情 那可是現在是泡泡時間所以打比較謹慎 然後現在我們把鏡頭轉回到Ivan 我很希望Ivan不要太衝動 我很希望我們可以在後期的Final Steel 上看到Ivan的表現 對 我也說過Ivan跟我有過一次六倍all-in A goal 對 那現在他一個A6 我們覺得自己有一些block 對手在生籌碼狀況之下 也不可能去跟這麼多 你只能跟AA或KK 對 我手上有張AA 對 而且他們現在的位置 又是Dealer Button 對 又是兩個最鬆的位置 而且剛剛徐亮玩了這麼多牌 然後這個AA來的 剛好在他形象不好的時候來這個AA 真的是在比賽中最爽的事情 最爽的事情 Ivan我覺得蠻有可能是4BAT的 希望他不要直接O-in 用4BAT 然後還可以蓋給5BAT 可是我覺得Ivan是有O-in的可能 以他的風格 他很有可能就直接珍珠出去 讓對手不跟 哎呦 哇 Ivan真的厲害 他有可能看出雙八角了吧 對 他在就是戴著他的太陽眼鏡 然後在眼角被關注了徐亮的狀態 Ivan真的我覺得他調整得很好 他調整得很好 那大家問譚軒 這裡就是這個比賽 譚軒是有參加 但是他並沒有進入第二輪的賽事 他應該會這一週 繼續參加這些傳奇撲克的比賽 我們還有機會見到他 那這邊我們看見槍口位 Greenwood拿到圈溝童華的牌 那他在這邊 積分牌是差不多20個大芒 他還是選擇加注到6萬積分牌 那這邊莊家衛 許亮拿到了一對二 那我覺得他在這個 Barton 我覺得兩個大芒 對手20幾個大芒 你覺得他會不會直接O-In 他後手 後面他cover後面的玩家 他是有cover後面的玩家 當然就是第一 Greenwood 他的位置比較前面 然後呢他也只有20個大芒 可以選擇加注的話 應該是說牌力是挺強的 直接蓋掉 所以他只能拿到一對二 我覺得這邊不管怎麼做都OK 對 不管你要推你要蓋 你要 對 我覺得這個決定都沒有話說 都是可疑他的籌碼量跟這個時間 你要跟 你要直接整組去推對手 你要3bet 3bet可能就稍微比較不好 你3bet就一定扣個O-In 對 可是如果是 如果是Greenwood 他不是UTG 如果Greenwood是Cardle 我覺得他滿有可能 會直接 推他 有機會啦 對啊 因為泡沫期間 大家都會 會蓋比較多 那這裡我們看見 Stanley Choi 利用K2的牌 在大芒做了一個跟注 在這個面上 Stanley Choi選擇了過牌 先回來 Covie RJ選擇 nym郭英 esas SUNGRAM的籌碼好像不是太多 對,他現在還只有24個大盲吧 紅色的應該是25000 然後黑黃色的應該是5000的籌碼 好,這一包23個大盲 好,選擇蓋牌 對啊,你看大家,喔唷,Greenway有牌 那我覺得Stanley在這邊應該會直接蓋掉了吧 這20還是太小了 對,非常小的牌 在沒有位置優勢的情況下 選擇蓋掉喜好的決定 哈哈哈哈,那是Key Where's Ivan when they need him? Where's Ivan? Ivan on the button 站住了 15個大盲 挺貴重的 好,來吃啊 哦,不要吵啦 哇 還很威嚇 嘿嘿嘿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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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bble Time 的時候我會打得比較緊一點 那我覺得就是你在這邊Full 跟Core 或者直接推個All-in 因為徐亮的形象比較不是很好 我覺得這三個決定都是沒有錯的 我覺得有可能Core 對著徐亮這樣的一個玩家不是太好的決定 有可能就是All-in 或者Full 唯一的優勢是Stanley有一個Button的一個位置的優勢 會稍微好一點 可是因為在這種Bubble Time 的時候 其實你沒損失一個籌碼兩個籌碼 一比比兩比其實對後續的影響其實都蠻重的 再加上這次六人桌忙足洗得蠻快的 然後Stanley要決定如果就是他中頂隊的話 他如果 面對對手跟你打完 面對對手打三槍的話 你要也是平民靠到底了 對啊對啊 如果你選擇抵抗這個 你中的話必須要跟對手打完 是 因為有很多對手在這個 這種情況下他們會捶你三條街 不管是有排沒有排的情況下 因為他們覺得這裡的起排率很高 那當然對了Stanley Choi 一個商人來說 這進前圈不進前圈也無所謂 對 選擇蓋牌 那選擇蓋也順利的收下底次 對 你看選擇這個A5 也是有一個Battle的一些順子的機會 還有一張Obercard 一個Highcard的機會 你為什麼要跟Ivan比 我們比 我們的P-Cock 很像一個米樂佛 很開心 非常開心 他說你為什麼跟我跟Ivan比 我們兩個是不一樣的玩家 我們看見他們翻牌後 都是比較激進的玩家 請不要給我好好的卡 我不想玩 我不想玩 不 拜託 我不想玩 我給我好好的卡 我給我好好的卡 好 我們現在 我現在可以給我好好的卡 P-Cock 在Button選擇K10 直接O-in 十個大馬 好 搶下底次 P-Cock 應該是晴